现在是六月底 这是一棵绣线菊 英文叫做Sperry 引起我注意的是什么 不是小花 我从老远过来是确实看到花了 但是让我决定拍个视频 是因为这个 看见了吗 这叶子 小花漂亮吗 咱们先说一句 小花很漂亮 粉的 粉红的 这一类的绣线菊在多伦多是比较常见 它是灌木来的 你看它是个球形 不开花的时候 也是一个有装饰性的灌木 那么六月底 七月初就是这种绣线菊 它在多伦多地区开花 盛花期 那么它的花期有多长呢 一到两周 好 接着来说这个 这个叶子怎么回事 第一感觉觉得像是不行 生病了 死了 但是开花开得很好啊 叶子是纯黄色 再往里看 往里看 看看这边有更多发黄的情况 看这些叶子呢 就不是纯黄 是带着黄条 你看 比它有绿条 黄绿相间 这是什么情况啊 不仅仅是一枝出现 它不是一个叫什么 叫 它如果是一枝 只有一枝有问题的话 有这种黄色的话 完全可以忽略 不用考虑 但是多枝出现这个 就不属于幸存者 偏差是属于有规律的 出现黄色的 在花园植物里头 有很多都是这种 带黄边的叶子 白边的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 黄边白边的植物 往往被选做花园植物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开花灌木的话 那么它带着黄边 它的价值就高一些 卖的价格也贵 也更受人们欢迎 因为这个少见啊 奇怪吧 奇怪 叶子出现黄边的情况 那么在花后 开花完了以后呢 你再继续欣赏它的叶子 也就是说延长了 它在花园当中的欣赏时间 另外呢 另外大家 每家各家各国用的 都是种的是纯绿色叶子的 你家有这么一 一丛黄的 可能就会有邻居上来问 哎 你这是什么品种 在哪买的 多少钱 给我恰一只 出现这个黄叶子 在大自然当中呢 叫变异 是一个少的案例啊 变异在英文里头呢 叫它sport 就跟那体育的那个词是一样的 它叫sport 对于那种具有慧眼 慧眼的人来说 它就怎么样 它会把这个出现黄叶子的 剪下来 扦插 看它 再养它几年 看它这个黄叶子 是不是稳定 如果从这个黄枝上 长出来的所有的新叶子 都是黄色 这种黄色 你是不是跟我捣乱 黄色的话 就会把它命名成一个新品种 甚至于注册成Trademark 商标 或者是注册版权 不允许你copy 不允许你随便乱扦插 这是我的 然后就给它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就上市了 我们在市面上见到这种黄叶子 这种变异的叶子 全都是变异 刚才说变异的叶子 全都是这么来的 不是通过种子杂交出来的 而是成熟的枝条 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有这个变异 也会有繁祖 繁祖什么意思 这个长着长着 它又长成绿色的了 就叫繁祖 而且仔细看 它这新变异的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新的叶子 或者阳光充足的时候 这个地方阳光 现在不再充足 只有早上的阳光 它的叶子会是发红 黄里发红 更具欣赏性 说了半天 叶子 它的欣赏性 可能还是不如 它的花更吸引人 你看这个花开得多艳呢 而且还有这么多花苞 含苞待放等着开呢 多好啊 绣线菊 Speria 所以说 更喜欢花 但是对于叶子的变异 感到非常好奇 顺便说一句 这个Speria 非常容易扦插 各种各样的Speria 都很容易扦插 有兴趣的朋友 到邻居家找找 好了 漂亮的绣线菊 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